有无福气,一看便知福伯命苦的人,这三样东西赶紧丢掉。 因果报应,万物皆空,大家好,欢迎订阅一集说。 我们常常有些人会哀声叹气,感叹自己的福气很浅,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公,叹息自己的生不逢时, 可不知,一切的福气浅薄多与自身有关,关于福气之人的特质由来,众说纷纭。 而战国时期的桃李满门之大家鬼谷子曾提出,福伯之人的身上多有以下这几个特征, 这些也是阻碍一个人发展的重要弊端,下面就将逐一介绍。 第一个东西,目中无人的狂妄。 狂妄是一种骄傲自大,目中无人的态度。 往往会给人带来消极的影响,它破坏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,阻碍了我们的个人成长, 因此,我们有必要丢掉这种狂妄的态度,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与他人的合作。 首先,狂妄会破坏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,一个目中无人的人往往表现出对他人的轻视和不尊重, 在与人相处时缺乏礼貌和耐心,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让人们感到被冷落,还会引发冲突和误解。 在一个团队或工作环境中,一个狂妄的人很难与他人合作,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。 长此以往,狂妄就会导致与他人的关系破裂,阻碍了团队的发展和成就。 其次,狂妄会妨碍我们的个人成长,有狂妄之心的人往往对自己过度自信, 认为自己已经非常成功,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,这种态度会使人停滞不前, 不愿意接受新的挑战和学习机会,他们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, 并且没有必要从别人那里寻找帮助或反馈,然而,事实上,我们每个人都有改进的空间, 而且唯有保持谦逊,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。 此外,狂妄也往往会让我们陷入孤立的境地,当我们目中无人时, 我们很容易忽视他人的存在和需求,我们过于关注自己, 而没有耐心或兴趣去倾听他人的经历和故事,这种自我中心的态度会让我们与他人疏远, 错过了与他人分享和交流的机会,我们可能错过了宝贵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, 也可能错失了建立深厚人际关系的机会。 插个题外话,关注小编,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。 欢迎订阅。 好了,言归正传。 那么,如何丢掉这种狂妄的态度呢? 首先,我们要保持谦虚的心态,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最聪明和最优秀的, 接受自己的不足和错误,并愿意从别人那里学习和改进, 同时,要学会欣赏他人的才华和贡献, 给予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尊重和重视。 其次,要倾听他人的声音,别人的观点和经验是宝贵的资源, 可以帮助我们拓宽思维和提升能力, 要保持开放的心态,积极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, 不要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。 另外,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, 与人为善,尊重别人的存在和需求。 学会与他人沟通和合作,建立积极的团队氛围, 与人互动和交流,能够为我们带来新的理解和见解, 也有利于我们在培养笑容和真诚的同时, 取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。 最后,我们要保持谦虚的心态, 不断追求进步和成长, 我们应该接受挑战和反馈, 从中找到改进的地方, 只有保持谦逊的心态, 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发展。 总之,丢掉目中无人的狂妄, 是我们个人成长和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关键, 保持谦虚的心态, 倾听他人的声音, 积极与他人交流合作。 才能实现个人和团队的共同进步和发展, 让我们丢掉狂妄, 让谦逊和善待他人的态度, 引领我们的人生之路。 第二个东西, 娇奢淫逸的放纵。 丢掉娇奢淫逸的放纵, 可以理解为拒绝奢侈, 骄傲和纵欲的生活态度。 这样的转变, 对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, 都有着积极的影响。 首先, 拒绝交涉淫逸的放纵, 有助于个人的精神成长和内心修养, 骄傲和奢侈, 往往使人失去谦逊和勤奋的品质, 当一个人过于傲慢自大, 就很难接受他人的意见和批评。 这样不利于个人的成长和进步, 相反, 谦逊使我们能够虚心向他人学习, 接受错误和挑战, 从而不断改进自己。 此外, 过度的奢侈和享乐, 会使人沉迷于物质欲望, 导致对内心与自我价值的忽视, 只有通过摒弃过度的物质追求, 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生中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, 培养出内在的品格和精神的世界。 其次, 丢掉交涉淫逸的放纵, 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财富公平分配, 交涉淫逸的生活方式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。 对环境造成严重的负担, 现代社会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, 包括气候变化, 资源枯竭和污染等, 拒绝奢侈和放纵, 节约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是保护环境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。 此外, 交涉淫逸还会加剧贫富差距, 导致财富集中和社会不公平, 当少数人过度追求奢侈和享乐时, 大多数人却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。 因此, 我们应该摒弃过度的奢侈和富人的生活方式, 并追求社会的平衡和公正, 共同分享社会的财富。 第三, 拒绝交涉淫逸的放纵, 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。 当一个人沉溺于奢侈和享乐中时, 很容易忽略家人和朋友的需求和关爱, 家庭是个人成长和生活的基石, 而良好的社会关系也是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, 只有通过舍掉过度的物质追求, 我们才能更好地关注家庭和社会中他人的需要, 建立起真诚和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。 最后,我想指出, 在这个快速变化和竞争激烈的时代, 丢掉交涉淫逸的放纵也是保持身心健康和增强适应能力的重要途径, 过度的奢侈和放纵往往会给人带来压力、 焦虑和身心的不健康。 相反, 追求简约和适度, 注重身心的平衡和健康, 有助于提高个人的抗压能力, 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变化。 综上所述, 丢掉交涉淫逸的放纵, 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影响, 这种转变有助于个人精神的成长和内心修养,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财富公平分配, 塑造良好的家庭和社会关系, 同时也有助于保持身心的健康和提高适应能力, 只有摒弃过度的物质追求, 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人生的真正意义, 并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。 第三个东西, 信口开河的承诺。 在生活和社交中, 我们常常会做出一些承诺, 无论是承诺帮助别人, 实现某个目标, 还是承诺会改变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等。 然而, 有时我们可能会随意地给出承诺, 但却不真正去履行, 或是没有能力履行这些承诺, 这种行为被称为信口开河, 而为什么我们应该丢掉这种承诺呢? 接下来,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详细展开说明。 首先, 信口开河的承诺给他人带来的是不信任和失望, 当我们轻易地给出承诺却无法履行时。 不仅让对方对我们的诚信产生怀疑, 也会让对方感到失望和不被重视, 如果我们一再地给出承诺却无法兑现, 这样的行为会逐渐破坏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基础, 而信任是人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, 它是建立深入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基石, 所以, 为了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信任, 我们应该丢掉信口开河的承诺。 其次, 信口开河的承诺会给自己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压力, 当我们信口开河地给出承诺时, 可能是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实现, 或是出于社交礼仪, 然而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履行这些承诺, 这样会给我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压力, 这种承诺不仅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, 还会让我们产生愧疚感和焦虑感, 而丢掉信口开河的承诺, 我们可以更加专注于实现那些我们真正有能力履行的目标, 减轻了自己的负担和压力, 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资源。 最后, 丢掉信口开河的承诺, 可以促使我们更加严谨和认真的对待承诺, 不轻易给出承诺, 意味着我们仔细思考和评估自己的实际能力和资源。 慎重地对待承诺的重要性, 以及对他人的影响, 这样的态度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规划和管理自己的目标, 制定可行的计划, 并真正努力去实现这些承诺, 只有在确保能履行承诺的前提下, 我们才应该给出承诺, 这样才能够建立起可信赖和有利的形象。 综上所述, 丢掉信口开河的承诺是非常必要的, 它不仅对社交关系有益, 维护了信任和有益, 也对个人有益, 减轻了压力和负担, 使我们更加专注和严谨, 因此, 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承诺, 坚守诚信原则。 只给出我们有信心和能力去履行的承诺, 众善因, 结善缘, 得善果。 感恩您阅读, 赞赏与分享本文, 感恩您点点订阅, 如果你对此文有何看法或建议, 请积极参与留言, 与大家一起分享。 感恩 вас视频 Apelle 并先在 chat 么 BC